大家好,我是小强 众所周知,NBA可以说是汇集了全世界身体素质最为劲爆的篮球运动员 本来他们的肌肉就够逆天了 然而还是有不少球迷喜欢用P图的方式来让这些球星的肌肉更加离谱 特别是当P图软件越来越发达后 各种夸张的球星、肌肉、P图也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冒了出来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NBA球星的肌肉P图 有些甚至都能以假乱真了 虽然阿联今年殷伤未能随队出征奥越落选赛 但他无疑还是目前中国南篮的领军人物 其身体素质在国内依旧喊逢敌手 而如此完美的肌肉自然也逃不过球迷的P图大法 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过球迷加工后 阿联完美的手臂肌肉直接突变成了夸张的外星人形态 整个人都称得上是魔鬼筋肉人了 跟老大哥阿联相比 周琪的NBA训练之旅似乎进行的不是很顺利 但这也不能全怪在周琪身上 毕竟他本身就不容易挂上肉 只不过咱们球迷看见周琪身材没啥变化之后 真的是为他着急呀 于是便手动给这位目前南篮的内线支柱挂了波肉上去 不得不说要是周琪真能练出这样的肌肉 不说在NBA打球至少亚洲区内是真没人能防住他了 当年还是联盟第一中锋的魔兽完全算得上是真正的魔鬼筋肉人了 他的肌肉放在整个NBA历史都是能排的上号的 但兴许是觉得魔兽的肌肉在小四面前还不够有压迫感 所以球迷就对俩人的握手合影动了心思 这回魔兽的肌肉不只是压迫感十足这么简单了 这肌肉简直简直就是全方位碾压了小四 乍一看还以为是后卫在跟大中锋握手呢 詹姆斯的身体素质毋庸置疑 他每年都会花费上百万美金来保养自己的身体 这也是他为什么肌肉一直很劲爆的原因 而当詹姆斯完成灭霸级表演加盟胡人后 欣喜的胡人球迷也是迫不及待的为他献上了一份礼物 我们可以看看上面詹姆斯训练的图片 在球迷的改造之下 詹姆斯的手臂肌肉直接变成了灭霸水准 这下真就应证了他灭霸詹的绰号了 说到科比 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他凌晨四点的经典名言 虽说这句话被科嫂无情戳破 但科比的自律可谓有目共睹 他所带来的刻苦精神更是影响了无数球迷 不过其实刚退役时刻 比也像许多球星一样放飞过自我 摇摇欲坠的大肚男 让人很难相信这是那个场上冷血的黑漫巴 好在咱们的球迷还是非常热情的 二话不说就给科比安排上了六块腹肌 或许是看见了球迷的努力 不久科比便重新回到了健身房 再度练出了曾经的完美身材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